嗨 大家好 就是我在去年的8月中到差不多9月中吧 我去了印度5个礼拜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经历蛮特别的 因为我去的地方非常的不印度 它是一个叫拉达克 就是我们会经过马拉里拉达克 其实还蛮多地方 去了之后才更加发现什么叫做印度 因为比如说外线市的人认识台中 媒体报导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治安事件 或者是什么捷运倒塌 然后报导印度也都是报导那些我们现在就是知道的面貌 所以就是在去的时候 我就是全新的打开自己去体验 然后在这边就是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在心得里 然后第一个就是在印度你要抛开你所有的常识跟常理 第一个就是不要怕插队 因为就是人太多了 你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排 就是可是插队有一个要点 就是要安全的插队 对 然后再来呢 我们经过的是一个马拉里的地方 那那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印度的地方 那印度大家都知道就是会有很多牛 但是牛也会有非常多不同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 那在马拉里呢它就是它会住在一楼 它被养在一楼 然后我们就是住在这一栋 那你看隔壁也是牛 所以它们一楼都是住牛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出去那个城镇 进来城镇就会经过一堆牛这样子 跟它们eye contact这样 对 然后在马拉里我们是待在一个叫温泉村的地方 那其实像印度真的太大了 你其实看多看旅游网站看旅游书 你不如去当地再跟当地的旅人交流 会有很多有趣的资讯 像我们就不会在旅店里面洗澡 我们就知道说 就是其实这面墙后面是寺庙的浴池 就我们就会跟很多印度妇女一起洗澡 然后他们身材都很丰满 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像真的很像小孩这样 对然后还有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会用温泉水 对就是大家都来温泉水这边洗碗洗衣服 就那个水真的是非常烫 你就是在想说你在用古关的温泉水在洗碗 对大概就是那种感觉还蛮有趣的 然后其实在印度可能大家想到的交通方式都是搭火车 我们是在北北印那边那边比较没有火车 我们搭的也都是像在地统连国光 可是可能都是老二十年的车子这样 然后我们搭的也都是唐突旅程 就是动辄要两三天的 所以他可能出发时间是凌晨三点 我们凌晨三点是要 真的很痛苦的起床 然后又很冷去搭车 因为那边海拔也是动辄就是两三千以上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 有一次我们凌晨三点出发 然后开不到200公尺 司机就停下来了 因为深夜牧羊 然后就一堆羊就是缓慢的走 然后司机就会很不耐烦一直扒喇叭 然后最神奇的就是他大概这样子 大家猜大概多久 我们大概等了半个小时 其实他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就是在半夜牧羊 就是蛮特别 因为早上都会有很多车 对 然后再来我们就来到拉达克 拉达克是一个平均海拔三千五以上的地方 然后风光明媚不太常下雨 然后他们当地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阳光下沐浴 洗澡 刷牙洗脸 然后我们也是体验当地的生活这样 这是我们住的民宿 然后我们就会洗头完 然后在这边晒自己的头发 就是把头发晒干 就是还蛮可爱的啦 对 因为那边其实也常常停电 然后这是跟我一起去的 我的好朋友 我们两个女生一起去 然后其实在印度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动物都会街上跑 然后在拉达克 牛的生活方式又是另外一种 就是 他们其实就是会在 那个早上的时候就放牛出来 就牛真的就是在街上走 就是白天就是这样自己到处在那边散步 然后晚上他好像就会自动回家 然后我们遇到的事情就是 那时候民宿有以色列人 他们就从这边啦 他们check out 然后他们忘记把门关上 然后那时候我在那里上厕所 然后我朋友就突然说 薛华薛华你快点出来 然后就是牛闯进来 然后在那边大啃菜园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 就是把他赶走 反正后来我们用泼水 可是就是在印度就是 大家真的都是划清界限 其实跟人也是啦 反正就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牛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嗯 然后再来就是 拉达克基本上是一个 感觉已经是乡村中的乡村 可能大家会想象是 很像布丹那种地方 就是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区域 不过就是在巷弄里面走的时候 还是可以看得到就是 韩国人真的是太强了 对 然后其实很多的店家 看到我们第一个也是说 安妞哈西哟 安妞哈西哟 之类的 然后可是 就是他们会喊错 然后也是会 还蛮有趣的啦 就是街上也是会卖 卖蛮多 就是很像卖个国中盛的东西 就是像卖这个小鸡 然后这个小鸡好像销路很差 然后隔几天我们看到的时候 小鸡全部都变成桃红色的 就是变成桃红色 就他们帮小鸡染色 对 这样比较好卖吗 好像有耶 就是围的比较多这样 下雨就变回来 对 然后在台中 欸台湾啦 台湾不是很小吗 就想说走路去公车站 然后走路去 去边际商店 可是在印度真的不要用走的 就是该搭车就搭车 就是我们 纳达克就是有非常多城镇 然后会去不同城镇的庙宇参观 然后我们上山之后就想说 下山走下去好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好美哦 就是人在风景里 然后走了一个小时 哇好美哦 然后那个城镇好像就不远了 然后再一个小时 就是怎么都还没有到 然后真的是 我们大概走了三个小时才下山 就是 所以在印度千万不要用走 该搭计程车就搭吧 就不要省那个钱 然后再来印度就是非常多寺庙 然后我们有时候 因为我们是慢旅行啦 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划很多行程 就在那边就是生活这样 然后所以会遇到 就是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就是哎为什么佛像里面有俄罗斯娃娃 这个我们也不懂啦 就是一个谜 然后再来就是逛庙里的时候 也会看到 像他们偏向庙里上面有一些 小太阳能板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那个拉达克他们水资源也匮乏 然后就会有很多推水车的工人 就是在那边很像仙境 可是又有一些像这边就是做苦力的劳工 然后我们都会昵称他们为那个普罗米修斯 然后普罗米修斯里面就会有很帅的 然后就会去偷拍他 然后再来就是大公车遇到了小孩 然后小孩很神奇的是 我们本来以为小孩是司机的弟弟 不过到了其中一站之后 就有一个妇人走过来把他接走了 就觉得很神奇 就是小孩有这种接送的功能 然后当地人其实都很热情 就是我们常会被就是上贡品 就是外来的神奇旅客这样 然后在庙也被上一些苹果啊还有奶茶 然后还有咱巴跟咖哩当一顿餐这样 就是非常的好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一个村庄里面就看到 诶大家现在是在演古装戏吗 然后结果其实是就是他们在办一年一度的庆典 然后刚好遇到 然后他们也让我射箭 对就是当妹的好处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他们对就是设在这边 然后设到可以好像就是会被加冕的感觉 对就还蛮蛮有趣的 然后大家都很热情 就一群热情的偶尖上 然后还被供那个威士忌 就是大白天喝酒这样子 然后还会把你推到那个buffet的队伍里面 硬要你吃东西 然后反正就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热情的人 就是像我们什么车都蹭过 可能计程车挡车 然后就是也会被带到就是比较非景点 就是这个地方还蛮像仙境的 就是很很舒服很另类 就是打开自己跟他们当地人认识跟互动 然后就是在当地朋友家就是手座 他们拉达克男人就是下厨给你吃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 呃其实当地人都不太会讲英文 可是就是像我是手拿有照片的旅游书 就还蛮容易吸引他们来搭上我们的 对 然后其实语言不通 可是就是大概都指着照片好像 就会觉得好像也是都是蛮可爱的 然后也会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那个老师这样 然后这个比较尴尬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 然后要住一个晚上 然后可是虽然说在印度要打开场景 可是有时候该有礼貌还是要有 就是像这位大神我就看到他们家就想说 诶这是你孙子吗 然后就说哦那我女儿 然后就还蛮尴尬 然后在也就是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居住形态 对 然后就是在路上看到就是羊脱逃 然后路过小学生这样拽他 然后把他拉走 然后我们都很傻眼想说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去找动保团体 对 然后在印度不管是在哪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年轻人 就是享受生活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印度不管什么地方 就是大概觉得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存以上 生活以下 对 就是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启发 然后就是活在当下这样子 对 好 就是有 就是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去印度也可以多去一些热门景点之外的地方走走 对 谢谢大家